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同心 精神有比较好了 所以要睡觉的时候要去尿尿 就会醒来了 OK 好 下一页 好 好 这边就是钓鱼台主权争议 这是主权争议的 在国际间 到目前为止 有关钓鱼台领土主权的条约有两个 第一个叫做1895年4月17号的 马关和平条约 第二个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 好 好 我们看这个马关条约 这个中华民国一直说 台湾是被日本窃拒 窃拒 用偷的用抢的 你们来看这个 这个是马关条约的原文 这是翻译本的部分 这是中文翻译的原文 这边写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 跟大日本大皇帝陛下 这个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合约模式 里面有没有想说 里面有没有内容想说 我是你们日本抢我们的土地 没有 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合约模式 那大清帝国请谁 这个偷信很长 大清帝国亲在头等全权大臣 太子太夫文化殿大学 大学是北洋通商大臣直立总督 一等书役伯爵李鸿章 跟他的孩子李金芳 那日本代表是什么 伊藤博文跟陆澳中光 那重点是在这边 第二个 第二条的 我们先看这个 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 并将该地方所有的堡垒 军期工程好救 这个是什么 永远让与日本 不是50年 我的仪仗告诉我说 这个台湾的历史很厉害 台湾被日本 日本只有 当初中国只有说借他们50年 你们有听过这种的吗 读书的时候 所以是真相告诉我们说 不是50年的问题 是永远让给日本 是永远 那接下来的重点 这个是奉天的部分 就是辽东湾 辽东湾的部分 他这个就是在讲界线 我们看第二款 永远割浪于日本的第二款 台湾全岛集所有附属各岛屿 我问一下各位 什么叫做所有附属岛屿 南里绿岛算不算 龟山岛算不算 山仙台算不算 好 钓鱼台算不算 好 刚有讲过了 澎湖它直接列出来了 澎湖列岛 这边有几度几度 讲得很清楚 好 我们来看这个图 为什么钓鱼台是 我们来看这个板块 当初隔浪是连韩国 韩国被日本病 韩国在这边 这个辽东湾在这里 那时候是连这个地方 都是被要割给日本 那时候就沿着这个中国的临海 它的那个中国临海 你看台湾的板块是这个部分 有没有 从这里下来一直下来 当然是包含了钓鱼台 钓鱼台在这个地方 那离台湾比较近的岛是这个岛 银纳国岛有没有 银纳国岛比台湾 你钓鱼台还近跟台湾 这边写120公里 我们对钓鱼台是190公里 为什么银纳国岛就不是我们的附属岛 我们再看回来 就是因为这是琉球群岛连接到这里 接近台湾了 可是这边我们就不能主张 这个是属于台湾的管辖的部分 那这里的部分 不是属于琉球群岛的那个板块 所以它就是台湾的一部分 是这样 OK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蓝与绿岛在这里 那时候都还在我们的板块里 因为不知道给谁 也不可能给 因为琉球的板块是到这里为止 照理讲如果真的是严格一点 连龟山岛也不是 那这里就不是了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的这边就不是了 好 这个让大家知道钓鱼台 就是这个里面有很多小岛 什么北小岛什么岛 什么岛一大堆的 好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条约 旧金银山和平条约 我今天坐那个计程车来的时候 那个司机就 奇怪 司机永远问的都是同样的问题 来十次就是问同样的问题 他就问我说 你们民政府在干什么 我说你有兴趣为自己跑进去上课 然后 当然我就跟他们讲这个 他们就说 你们是不是台湾国 台湾国跟台湾民政府是没关系的 台湾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台湾没有那个条件 也没有那个本钱 什么原因 就是这两个条约绑住了 第一个 没有美国 台湾也没有办法自治 没有美国要台湾要独立也没办法 所以 所以 除非要解决这两个条约 因为这两个条约没有落日条款 基本上没有落日条款 没有讲说到了民国几年 或是17年几年 这个条约就失效了 没有 经过70年 经过70年 我们秘书长跟他们去告 那个美国政府的时候 没有因为他们60几年了 中华民国政府在这里占领了70几年了 然后呢 旧金山和平条约就失效 没有 因为那个法庭在交锋的时候 最后法官就直接问那个 美国的律师代表 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 法学教授 是美国辩论的代表 最后他用政治议题来去驳回 不要讨论这个问题 这是政治议题 不要我们不讨论这个政治 是个假设定的议题 这样 结果法官就直接跟那个 美国的律师讲 先生 请问一下 旧金山和平条约 还有没有生效 从那个那一句话讲出来之后 张各急转直下 翻盘 翻盘 就是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 法官说旧金山和平条约 还算不算 还有没有效 这句话 之后呢 美国的律师就全部 就翻盘之后 全部确认原告的诉求 要不要掌声鼓励一下 OK 对 多亏秘书长他们这样研究很辛苦 他用三年的时间 把所有的资料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去告美国 人家说你们告美国 痴人说梦 怎么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就发生了 人家可以告引人家是有所本 不是随随便便 那这个法理学院 法理学院不是罚假的 我们绝对要知道 而且这个东西不是今天学了就好了 每天都要去研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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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他 便是我们的东西 好 我们再看 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二章的 第二 就美款 二美 日本放弃台湾 彭虎之所有权利 民企以请求全 也就是说他们放弃了 美国人跟日本人设计 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是用心良苦 就是美国的国务卿那时候 在撰写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 他跟日本当时的首相齐田茂 美国说日本如果在 台湾再还给你们日本 会围挤盟邦的利益 万一你们金国主义复辟 那我们不是要被占领一次 所以美国就说 台湾不能再回到日本管辖的范围内 然后他们研究研究研究到 有案例 有古巴的案例 当初在美国跟西班牙战争的时候 美国得到了四个属地 关岛 菲律宾 古巴跟波多里克 最后古巴是怎么样 跟台湾的状况一样 放弃 但是没有直接写给美国 直接给美国的自由 关岛 菲律宾跟波多里克 直接像这样子 我们看第一条 第一条 这一款 日本承认朝鲜的独立 并放弃对朝鲜 包括去州岛 好 这些 直接明文说 日本承认朝鲜国的独立 他是主权独立的国 承认 未来台湾也要走这条路 如果 如果 我们当然有那个梦 未来台湾的路 就是希望 要一个解决了美国人的条约之外 接下来还要解决日本人的条约 就是马关条约的那个条约 因为那边写永远让你日本 如果我们要从那边跳出来的话 日本要修线 要修什么 分离条款 要不然再签一个条约 再签什么 日本承认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个才是正确的道路 不是用很多一些党外人士 我们用著名自觉的方式 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国号叫什么 民进党的版本是 国号叫中华民国 只要是中华民国 中国就有权力打台湾 就有权力打台湾 所以台湾被打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这些搞独立的人 用中华民国的名义 会害死我们台湾人 因为全世界只成了一个中国 不可能有两个中国 中华民国在台湾独立 不是形成了两个中国吗 那你不是打了美国人一巴掌 打了全世界的人一巴掌吗 不可能 所以不要去做这种笨事 这个会害死台湾人的事情 可是这些人执迷不悟 讲不痛 我有一次碰到台独分子 这个台独分子真的是 讲了一大堆道理跟我讲 著名之爵是民主的真谛 民主的真谛 民主的真谛就是 像选举就是谁多就谁赢 多数爵 多数爵民主的真谛 那是不是你家的土地 我们用多数人来决定你家的土地是我家的 可以这样吗 多数决定 多数决 或者是大家说那样 就是这样 所以你就要把你的权力拿回来 这个我是认为 我们也不要认同这样的逻辑 但是我们台湾要走这条路 要规规矩矩 按部就班的走这条路 譬如像美国 中国跟日本 这些大国的支持 英国 法国 澳洲 这些国家支持你的论述 这条路我们会走得很平顺 为什么从李登輝的时代 一直到陈岁边的时代 那时候是中国跟台湾最紧绷的时候 为什么 李登輝何尝不详 就是台湾能够变成正常的一个国家 我这个总统实在是 实在是有点 不是说做得很到位 他就跟中国说 你们中国是你们中国 我们台湾就是我们台湾 两国论 发现两国论 台湾用所有的资源去搞两国论 人家就是不承认 意思就是说行不通 全世界也不认同你 因为全世界只承认一个中国 到了阿扁的年代 还不放弃 阿扁说 一边一国 那跟两国论有什么两样 意思是一样 一边一国 那一边一国 那一边叫什么国 搞到最后他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那你还是回到中华民国的逻辑里面 还是行不通 美国说 这样也不行 按规矩办事 规矩在哪里 这个条约 旧纪战合并条约 在美国司法院的认定叫做 视同美国的宪法 连总统 美国总统都要遵守这个法律 连美国总统都要遵守这个法律 没有一个总统 从二战之后 没有一个总统敢挑战这个 旧纪战合并条约 他可以放着 不用 不看 但是他不能不存在 他是存在的 如果有人挑起 他就会存在 好 这个很多地方 这个有空我们自己看 好 第二个就是说 美日太平洋战争后的和平条约是 旧纪战合并条约 好 为什么讲这个美日太平洋战争后的和平条约 条约签署才可以终止战争 和平条约 这边讲顾名是和平条约 就是要结束战时的状况 要不然没有条约 仗可以继续打 那这个条约本来是1945年宣布投降 8月15号宣布投降 一直到1952年4月28号才生效 1951年9月8号开始签署 那时候五十几个国家里面 52个国家里面有48个国家签了 有三个国家 那时候中国没有权利去签 为什么 因为中国不知道谁是合法的代表 形成了两个中国 大家搞不清楚 苏联是拒绝 不承认 印度是参与了 但是没有签署 斯里兰卡是政府签了 但是它的国会不通过 有这几个国家 全世界那时候就这几个国家 也就是说这个条约是全世界在签的 不是只有 可见它这个条约是如此的重大 好 第二个我们看 我们来研究研究一下这个规定 第二条B 第一条说 第二款 二条B 第一款 日本放弃台湾 但是没有指定收受过 跟古巴的状态是一样 跟古巴的状态 第四条B 美国军事政府对台湾澎湖 有处分与支配权 好 往过来跟大家问一下 钓鱼台有石油 谁有权利 对 除非美国说你去帮我管 有 他就说日本人你帮我管 因为台湾的状态不明 不能交给他们 交给你们日本好了 南海的权利 他说只要是跟台湾有关系的 美国就有什么 处分跟支配权 所以台湾有石油 台湾人中华民国不能开采 美国说不要亂开采 那是我们的财产 好 第二十三条 美国是主要的占领全国 这个记起来 记起来 好 第二十一条 中国应得到的优惠措施内容里面 并没有把台湾澎湖包裹在内 没有 二十六条 日本可以单独以未被邀请签署和平条约 之国家签约和平条约 但条件不得超过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规定 也就是说在1952年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台北条约 是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叶公超跟日本的外交部长 签订了一个和约 叫做台北和约 日本那时候就跟中华民国说 好啊 你们要台湾给你们 给你们 没关系 但是他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签了 注意到这个 未签署的国家就指中华民国 你们可以签约叫台北条约 但是不得超越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规定 就是说 就算日本愿意把台湾割给中国民国 也不算 日本没有权力 已经没有权力 说这个土地给谁给谁 日本已经没有那个权力了 所以叶公超来到立法院的时候 就跟他立法院的这些万年国会的 国会议员说 外交部长叶先生请问一下 台湾已经割给中华民国了 没有 他的答复是说 台湾好在现在是有我们 有效的控制范围内 但是呢 台湾这个主权不能给给我们中华民国 因为即便日本想割给我们 我们想要也不行了 因为这样会跟旧金山和平条约抵触 这个26条这边有规定了 日本可以单独跟未被邀请的国家来签议 那所以从1945年10月25号开始 中国金氏政府开始占领台湾 一直经过了6年 1952年 1945年 7年 6到7年的时间 日本属于日本的领土 没有一块土地是被割出去的 除非是这个土地是日本占领的 就还给人家 譬如说像以前的什么所谓的维满洲国 就整个东北被日本占领 这些国家全部要还给中国 因为那是中国的土 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因为那个地方是大清帝国的什么 发原地 所以就一定要还给中国 好 这个是矛盾的部分 所以他们的矛盾就是很好笑 就是说日本还讲说 1884年古赫城四郎发现无人岛 所以我们就派着云丸蒸汽轮去那边调杂 所以因此被并入为流球冲神县 这个并没有记载在日清马关条约 那我们就问 为什么不要参照马关条约 第二个 中国说 哎呀 你们讲说1884年 我们明朝就过去了 掉一台我们台湾的渔民 那时候台湾的渔民 福建台湾的渔民的渔场 明朝在那边有水军 那他说我们是依照开罗宣言 波子党公告将之归还中国 因为中华民国的继承者 这是中国的说法 那我们在想是 为什么不参照这个条约 就是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论调 每个人都说都有他们的论述 但是拿不出证据来 拿不出 我刚刚讲到开罗宣言跟波子党公告 开罗宣言的主张 主张的意义是 把日本 原本连这边都是被日本统治 这个部分再一大块都是 日本把它占领 到中南半岛都是 那现在呢 依照盟军的训令 677号被害到本周四国九州 日本管辖的只剩下这个而已了 沖繩岛 流球被美国占领 台湾被中国军事政府占领 北方四岛被苏联占领 独岛被韩国占领 那你们只能在这个四个岛屿 怎么样 从事你们的管辖权 我们来看这个当时的大日本帝国 有没有 波子党公告的时候 跟那个日本天皇 就接受波子党公告的结论 把他们圈在这个地方 当初的大日本帝国是这样 有没有 到这里然后种满了半岛 一直到这里到澳洲上面 整个印尼 马来西亚 全部都是 到关岛 整个一半的太平洋都是日本的 大帝国的 这个长大片 现在变这个 这些岛全部分的分 回去的回去 回归的回归 好 引发中间隔租岛的争议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 日本从未承认马关 第二条第二项 台湾附属群的 包括地理上的福尔摩沙岛 相沿以钓鱼裂岛的事实 这是第一个 到日本不能承认 因为台湾还有中国人在 免得麻烦 因为中国跟美国 中国也会跟美国讲说 为什么台湾不裁军 到时候 他们拿我的武器打我们中国 结果打回去怎么办 当然 中国也会考虑这个啊 口口声声说 是中国要去侵犯台湾 结果 你怎么知道 台湾不会拿你美国 最强大的武器来打我们中国 所以大国外交 轮不到小弟旁边讲话 叫你削减武力就削减武力 不要啰嗦那么多 好 第二个就是从未公开1945年 4月1号日本一人天皇的造书 宪法适应台湾 副指引导包含钓鱼台 那扎西沙纳入日本的国土 好 这个就是造书 这个就是4月1号 1945年的4月1号 朝鲜及台湾 好 这边是他们的那个 那为什么要秀这个造书给大家看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用意就是 日本新宪法也是用这种的 同样的造书生效的 自然日本新宪法可以用同样的造书来生效 为什么日本就不承认这个造书的生效呢 所以它是两种标准 选择性的承认 选择性的承认 当然我们包容他们选择性的承认 因为那个只能说世界各国的那个 非常的那个 诡诀 太诡诀了 所以我们就要包容他们 必然要做这种事情 好 这个我们就知道就好了 好 南海争议 南海争议 这个大家很清楚 新闻都有看到了 这个中南半岛 这个越南 柬埔寨 那981平台就在 981专业平台在这边 那个拉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跳出来呛哭 你们知道我刚讲过嘛 他们在这个沿海里面的 那个油田赚了300亿 去年赚了300亿的美金 那我们台湾 一方面跟大家讲 十二段线是这样 十二段线是从海南岛这边 一段 两段 十二段线这样繞 绞到台湾来 这叫十二段线 就是我们的海浴 漾浴 我们都这么暗沙 不是我们那时候中华民国 读历史的时候 中国说 我们是中华民国的继整者 所以十二段线现在变成九段线 也是这样话 他就主张说南海是我们的 这是中国的主张 原本这个是在二战之后 都是蒋介石他们海军出来 在保护的 因为为什么 越南原来原本是法国的殖民地 结果后来胡志明跳出来 我们要独立 我们要独立就他们就怎么样 那时候1945年他们还不是国家 这个国家还不是国家 那菲律宾李宋岛这个 太弱了 而且当初美国让他们 变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还帮助他们选举选总统 结果他总统贪污 然后好像没有办法治理国家 没有能力治理国家 所以像一盘上 就被日本占领 1940年的时候就被日本占领 被日本占领之后 一直到了二战结束 1946年 美国帮菲律宾 怎么样 宣布菲律宾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菲律宾是这样 是被美国人帮忙宣布的 所以美国人 我们要相信美国人 因为美国人 常常在替一些小国成立 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古巴也是美国人把它弄起来的 菲律宾也是 都是美国 美国 他们让美国 让小国家成为国家的 美国占了很多的帮忙 这个台湾全岛 我们知道就好 这个 钓鱼台 是历史台北州 1937年 东沙珠岛 澎湖厅 1939年 新南群岛入 高雄州 台湾的高雄州 新南群岛就是 西沙跟南沙群岛 这个就是日本天王的领土 被占领的状态就这些 限缩管辖的是 新日本政府就是新日本新政府 就这个 这个是托管的 好 再来 这个我们看看就好了 这个是普瑞者写的一本书 AIT的主席 在台协会在台协会 他说 中国为何无法武力夺取台湾 他做了一个分析 我们最后来看台湾的真正的地位 时间的关系 好 台湾的真正地位 地位真相 好 我们从历史的台湾开始 荷兰西班牙的时期 有一部人家的调查 这个 85%的 目前在台湾的人 是 跟 是架杠的台湾人 因为那时候台湾有 四十几个民族群 那有一少部分的人从福建沿海 回来 所以人家说什么有谭山公 没有谭山骂 那就是跟当地的原住民同婚 好 我来看这个 红毛桥 三仙台 还有一间 一座红毛桥 这个红毛桥是什么 当时荷兰人有在这个地方 怎么样 驻扎 结果被阿美祖德人 把他杀头了 神勇 骁勇善战 把他们赶出去 他们有一些经营 所以 这个红毛桥是谁 日本人称的 那个取的名字 这在三仙台附近 有空有到三仙台的话 你注意看这个红毛桥 红毛桥就是 证明 荷兰人有在这边驻扎过 好 然后我们再到那个 明朝这个 就是有点像那个 那个蒋介石一样 逃到这个地方 大清拓肯时期 1874年牡丹事件 后来发生 这个牡丹事件发生了什么 被原住民出草 这边写被原住民出草 台湾族的 当时的战争是这样 那时候 这个故事是这样 那些流亡国的人 去朝贡 回来的时候遇到风浪 就流到屏东的牡丹乡那里 上来之后 有66个人上来 被杀了50几个人 其他的人逃掉了 那这件事情被日本 大日本帝国知道 就找大清帝国 说你要赔偿我 我这些人不能死得不焉不白 所以大清朝廷就说 台湾是谁负责的 哪一个长官负责的 就把他叫过来 结果你去找他 这个事情我们不清楚 后来去找负责在台湾的 那个行政 那个什么 那个衙门 负责的衙门 结果那衙门就说 他们就说就这个 这个我们只有管辖这样而已 这个东边不是我们管的 那是化外之地 你们要去找 你们自己去找那个原住民 那时候生藩 那个叫生藩 那时候他说 这边人不是在我们这边死掉的 是在这个里面死掉的 所以你去找他们 结果呢 日本真的就派兵来了 有没有 日本帝国跟排湾族的战争 日本帝国跟排湾族 指挥官是谁 排湾族的酋长跟西乡重道 兵力排湾族不知道 日本西乡重道带的3600人 三文一书真正打仗死的是 这边死亡三四个 这边死亡二十个 后来了解 3600个回去的 听说很少 很多人死于什么 我当时听到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吓一跳 排湾族用那种弓箭打人家 还可以打那么多人 原来后来发现是他们水土不服 被蚊子咬死 对 蚊蚁啊 不是那个 像那些被 对 对对对 灯戈乐啊 什么孽疾之类的 把他弄死了 然后3600人进来 出去的 好像只剩下几百个 好像五六百个人回去 大部分都死在那个地方 原来原住民有地形的优势 他说那些蚊子碰到那些 当时的生番就排湾族了 蚊子对他们盯了也没差 免疫 八亚湾事件就是这个 最后用赔款 最后五十万赔给日本 到那时候就开始怎么样 那个沈宝针 为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大清朝就说 哇那一定要开三府番 就沈宝针开三府番 开三府番就发生了大港口事件 这个阿美族的 大港口事件 在秀古兰西出河口 1877年 那个事情是这样 申宝针开三府番 那就请总兵无光亮进入东部 就是那个封冰箱跟瑞穗箱 就是长虹桥那边 在进埔那边 出河口就是阿美族住的地方 因为我们阿美族就是靠山 有那个动物可以捕猎就打猎 海上有什么好吃的就拿 所以排湾族的人很怕 我们阿美族到他们的地方 为什么 他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来阿美族 因为你们会吃我们的神 我说为什么 因为百步蛇吃他们的神 阿美族什么都吃 所以连神都要吃 所以你们不要来 基本上是这样的 因为阿美族算是吃百物 什么都吃 只要可以吃的 我们那个长白草 野菜 这个可以吃就拿来煮来吃了 没有 只剩下猫肉跟人肉 没有办法吃而已 谁要当中吃 好 阿美族 那个吴光亮他们有一个经营在瑞税 注意位 要搬运物资 以前交通不方便 也没有火 这什么都没有 就要 就要从那个城廣澳港那边扛上去 结果又太远又太累又浪费了 太多时间这样就干脆 因为修固卵系如果在水满的时候 船是可以上去的 结果阿美族的人就说 怎么可以让你们进来 不行不行不行 后来就打起来了 打了打了好 很惨 那个清兵死了不少人 那最后 那最后那个吴光亮 他们就说 要不然这样 怀柔政策 要不然这样 我们 他就跟我们的头目讲说 欸 头目 皇帝说 如果我们从这边经过 会给你们过路费 而且每年会给你们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 酋长说 欸 不错 头目说 欸 不错啊 这个条件很好 再打 人再撒下去也不是办法 这样好了 可以接受他们的 那个 就他们吴光亮 他们就什么 准备 怎么样 设宴 那个鸿门宴 设下鸿门宴 结果就把那些青年 那些战士全部 吃了 他们喝了三四个小时之后就醉了 好酒 下肚之后就醉了 就屠杀 现在位置是在现在进步国小的操场上面 有机会去东海岸的时候可以去那边看一看 好 进入到日本编路时期了 日本刚来的时候 他们也搞不清楚 他们以为说 整个台湾 他以为是整个台湾 原来不是 中国讲的是 中国讲的是这个 没有包含这个地方 那时候台湾三分之二的土地 都 不是中国 不是大清帝国的 还是 我们那时候 原住民是部落的 因为认识台湾原住民到现在还是一样 各立山头 各立山头 谁经过到我的山头案里就要人头落地 所以到了日本时代的时候 日本以为说 台湾是整个台湾 原来不是 后来就发生了这个 1908年的七角川事件 跟1911年的陈广傲事件 也在三仙台附近 三仙台很多事情 然后一直到1930年的物色事件 这个赛德克巴莱大家看过了 那我要讲的就是 其实 我们讲的原住民 他们接受文明 应该不到100年 因为历史可证 你看 1930年还在猎人头 还在过那种原始的生活 1930年 1911年 这个有超过100年的 这个还没有 那听以前的老人家讲说 不能去山上 去山上 人会不见 很危险 所以这个是过去的历史 这个马拉套时间 时间的关系 所以没有时间给你们讲 要不然我讲这个很精彩 下次有机会再讲 好 我们看这个中国占领时期 那个影片可以播了 我给大家看 这个不是我们的主张 他们都这样讲 蒋介石真的是在流亡 真的在流亡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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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蒋介石 当时松了一口气 让所有的台湾人也松了一口气 因为有了第七舰队的保护 有了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 我们不用再仓皇逃命了 我们不用再讲说 退此一步 其无实所 其实美军第七舰队跟台湾的恩怨纠结得非常深 在美国放弃台湾的是杜鲁门总统 但杜鲁门也给台湾了一个绳索 他让第七舰队在这个地方巡逸 但一直到了艾森豪的手上 才将第七舰队巡逸台湾海峡 变成了一个定局 才让台湾真的吃下了一个定心丸 好 我们今天请到了 我来宾对外大方首席的自身媒体员 马西米西平你好 宝杰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舱台博士 佛林副老师 宝杰好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知识媒体员 黃創下 宝杰好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媒体工作者温申 宝杰好 各位好 好 第二位是黄继品 宝杰好 观众玩 好 我们现在就是55年前的今天 我们看到第七舰队跟台湾 进行了一场军事演习 从此进行军事合作 也让第七舰队正式地 尋守台湾海峡 我们来看看 1958年金门823炮战爆发 大小金门淡如雨下 短短两个月双方炮弹对射接近60万发 情势十分紧张 而就在11月13号 美国第七舰队 在台湾进行第一次的军事演习 为我方海军补给船护航 也成功嚇阻了解放军的步步进逼 当此二次大战太平洋战区战争爆发 美国西南太平洋舰队改编为第七舰队 后来参加过韩战和越战 而第七舰队除了在823炮战时期 协助捍卫台湾之外 也在台湾关键时刻 扮演重要角色 1996年台湾首次举办总统直选 中国大陆在台湾附近海域 进行飞带式射引发台海危机 美国从日本以及波斯湾 派出独立号和尼米兹号 两个航母战斗群 在台湾附近海域行役 化解台海危机 另外在2000年总统大雪前后 以及2000年和2004年的 520总统就职大典时 都从日本派出 第七舰队小银号战斗群 驶过台湾外海 对稳定区域情势起了一定的作用 到2009年的莫拉克凤灾 美军也从第七舰队中 派出理查博德号补给舰 和丹佛号两期运输船务舰 来协助台湾救灾 台湾关键时刻 第七舰队不缺席 董事西闻许经 黄生博报道 好 许平 当国府称为到台湾来的时候 我们从杜鲁门的日记 他的回忆里面说 他讨厌死蒋介石了 他讨厌死了 蒋介石的国民党的部队了 当时根本想要放弃台湾 但是因素阳差 因为韩战 因为很多的关系 他还是得保护台湾 可是他只给了你一个绳索 真的到了1958年的11月13号 也就是55年的今天 美军跟台湾 在台湾海峡跟第七舰队 进行了一个军事演习 军事合作才真的定案了 第七舰队正式巡守台湾海峡 我们仓皇不定的心 才有一点点的安定下来吗 55年前的今天 第七舰队 台湾的空军 海军 第一次联合军事演习 第一次 之前都不敢不愿 之前不愿 也是我们第一次跟航空母舰 联合演习 而且第七舰队的旗舰 海伦纳号 那叫海伦纳号 也参加了这一次的演习 这次演习 有一个最重要的项目 什么项目 核弹投资 真的 这演习 那时候八二三炮战还在打 对 那时候他们在用西四七运输机 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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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空中丢了一个 跟核弹一样东西 试验把它丢下来 是 丢给老蒋看 对 那时候为什么丢给老蒋看 是 就是给老蒋说 看吧 我在跟你联合军事演习 我丢核弹 模拟丢核弹 都做了 我是可以丢核弹的 我可以丢核弹的 你只要放弃金门了 因为那是八二三正在打 对 你只要放弃金门 我就在台湾部署核弹 真的吗 对 这有条件的 我就在台湾部署核弹 你 save 我有核弹在台湾你还不save 你怕什么 你干嘛一定要不要金马保护你呢 对 好 所以那次演习 从那次演习以后 台湾安娜 穩住了 第七舰队显示了强大的力量 好 在那个之前 他后面的谈论非常的精彩 什么是 风雨飘摇 尤其是 为什么说风雨飘摇 就是 原本蒋介石想要放弃台湾 逃到菲律宾去 又要再逃亡 又要再逃亡 所以他一天到晚都在逃亡 可是呢 这种历史 现在才知道嘛 以前不能讲这种历史 讲这个会被杀头 好 中国占领时期 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前 当年日本 台湾是蒋介石元帅 委任陈里执行受降 后来陈里也被蒋介石杀头了 那其实那个时候叫做什么 那是参照第一 一班命令第一号 麦克阿瑟将军 第一号命令 得到什么 分配占领台湾 不是台湾光复杰 这是一个骗局 这是骗局 那时候中国军事政府的直属长官是 麦克阿瑟 照理讲大家是不需要听了嘛 蒋介石的 那就是因为刚刚我讲的那故事就是 蒋介石从四川逃难到澎湖的时候 然后是所有的关键 蒋介石继续这样搞乱搞 就是顺利人的那一步 我要跟你效忠 搞到自己很惨 那这两个人的下场都不是很好 那个跟澄澄 好 这个是英国 台湾地位真相 英国在针对台湾地位的表态 就是英国的代理外相 在1950年7月26的时候 有在有关台湾未来前途提及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合法的中国政府 并不表示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已经拥有台湾的主权 台湾法理上仍是日本帝国的领土 所以我们喊一喊没有用 别人要喊才有用 因为我们没有发言浅 我们连南海连钓鱼台 连讲话的权力都没有 这些大国们说有就是有 他说没有就是没有 好 这个是英国的表态 看美国怎么表态 美国麦克阿瑟将军1951年5月5日 国会听证会上法理上仍为日本帝国的领土 表示台湾目前地位没有改变 因为没有签任何约 说台湾已经割给谁了 是属于谁 没有 这个大家很清楚 那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那个影片吗 怎么每次台湾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就会有东西会来台湾 就是航空母舰会来台湾 第七艰队就有来 李敏之子从那个中东也上来 为什么 美国很清楚 台湾还是他要负责嘛 占领 但是他又不告诉你台湾人 所以让我们台湾人自己去找答案 他要纵容蒋介石 那其实讲 我觉得讲白的就是 他想要 美国人想要以翻字翻 然后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矛盾 来去对付中国 所以美国对付中国 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最重要的也是1949年那时候 10月1号那时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后 那个西行岛链就开始形成了 那时候开始形成了 好 这个都是外国的那个 怎么那么多这个 好 这个是分配占领 这个是獨岛就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獨岛 这个岛 韩国跟日本真的很厉害 韩国说獨岛是他们的 日本说獨岛是他们的 要还给我们 可是獨岛到底是谁的 那是日本的 现在占领的人不愿意走 这个请神荣誉送神难 然后这是北方四岛 这个被占有 被战继的这个 折桌岛 国后岛 涉丹岛 这些 池乌岛 这个 这个就是苏联最可恶的一部分 其实苏联其实没有跟日本宣战 照理讲他是不能分配占领的 他后来有片面宣布 快8月15号的前9天 准备关起来 有关掉了吗 前9天 苏联才跟日本宣战 日本宣战 他也没有经过美国的同意 他就跑来这边占领 把这边的日本人全部赶走 全部赶走 所以秘书长被美国隐瞒 60年的台湾法律地位 我们在美国居士政府的占领下 领土 应该228名 总共有好几次的 这个文号 暗号有兴趣的 把这个暗号打上去就出来了 或者是到我们的官网也看得到 那暗游就是台湾人权保护诉求 台湾人权保护诉求 那美国这一次重返亚太 它的理由是什么 人家问他是你们来亚太再平衡的 用你们的出师要有名 出师不能无名 他就说我们要回到重返亚太市 人权为了人权 东北亚有什么人权问题 没有吧 只有中东有人权问题 为什么美国说他要来亚太说 结果说是用人权 人权的问题 很明确了 这个是美国在执行事件 绝对是有他的部署 好 最后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 本土台湾人无国籍 台湾人到目前为止 没有被社会承认政府 至今还活在政治内 这是后来做的判决 这个判决都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官网就有了 好 今天的上课到此结束 谢谢